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志们欢迎收看财经号角 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追踪 近期台积电的卖压情形 我们看到 随着费城半导体指数系统单的卖压 台积电以及相关的晶片概念股 像是辉达、Intel、AMD等等 都在呈现大幅度的系统单卖压 那这个时候值得大家来多多观察的一点 是我们看到上半年的最后一天 今年在6月30号的时候 三星发布了讯息向外宣称说 三奈米的量产已经正式在韩国开始进行生产了 是值得观察 因为台积电原本的步调是预计在 今年下半年才量产 三星硬是在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宣布了量产 可是这个时候量产 但是随着景气的下行周期 会不会反而遇到一些 库存水位周期过高的问题呢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从台积电的角度 前景的展望 以及国际费程半导体指数的漫压格局 来跟各位做一些思考 首先我们不得否认的一件事情 是今年在一整个年度 台积电所受到的这种散户的多单的买盘力度 其实是蛮强的 至少从今年来看 外资的持股水位一直在降 而散户的接盘意愿不断在增高 我们先观察一下图表 从台积电在5月份的定期定额交易户数统计排行榜来看的话 是第一名有58000户 足足是第二名赵丰金的一倍 也就是说这些定期定额的交易户数代表着中长期散户愿意进行台积电资金的挹注效果 那这是从中长期角度我们看到的一个迹象 那就是随着美元的走升 这个外资必须要持续的进行系统单 针对台积电的调节 而随着国内的投资意识的兴起 对于台积电 它也是一个长期的扣款 那这个时候值得观察的第一点就是 台积电到底止跌了没有 如果我们从量价读来看的话 可能现在目前上方的卖压 的确来看是比较大到 我们只能这么说 下方基本上目前来看支撑力道几乎是没有的 而上方的卖压力道 第一波就会集中在500块 第二波集中在528到536块 第三波集中在560块 那要不断的往上突破到580块之后 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压力转支撑的现象在 这是从量价图 直接从市场上在过去一年的交易量来进行判别 也就是说台积电目前的下行格局仍然会持续的涌现 如果反弹很快压力就会出现 即使突破了第一个坎 那很有可能也只是区间震荡 在两条压力线当中 压力和支撑当中进行震荡格局 所以短期的预估 台积电整体的展望 其实已经很明显受到系统单所形成的重重买压 我们要分析的是一个中长期的展望 如果台积电最后的股价 会随着中长期的基本面开始展现的话 那么未来的一年两年三年 它的股价的上行格局有没有转变 毕竟三星居然强在台积电 在上半年进行量产了 好那我们就做一个总体的概论 先来了解半导体整体的市况为何 现在跌又是在跌什么呢 我们先从图表上来跟各位做一些借鉴 我们看到在22年半导体产业的整体增长力度 从21年的26.9%下滑到8.9% 绝对金额仍然在创高 但是增率开始没有这么多了 所以你看到本轮的半导体产业循环 是从19年的低点开始持续的上扬 20年增长力度是10% 21年增长力度两成六 二年增长虽然没有这么快 但是仍然在向前增长8.9% 但是到明年我们会看到增长率不止为负值 而且从绝对金额的总销售量来看 明年赚的不会比今年来得多 那到底什么时候 我们现在才会看到半导体有一个主体的现象呢 其实就取决于我们今年正在反映 明年的经济走皮和衰退 所产生它的时间差 那具体这个半导体的产业的成长 或者说下压幅度到什么样的区间 我们能够判别为主体呢 其实从右边这张图表 也就是晶片的交货周期 能够达到不错的判断 晶片交货周期 简单来说是品牌商下 这个金额代工厂下了订单之后 金额代工厂从接到订单 到出货的那一刻起这段时间 那么过去来看 大概是14到15周 也就是说你跟台积电下订单 大概也是一个季度左右 你能够拿到你的货物 但是现在的时间是多少 是28周 而且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明显见顶下弯的现象在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我们几乎就可以肯定 现在整个半导体产业所面临的迹象 尤其台积电的系统单卖压 不来自于任何技术上的落后 或者个股上的冲突 而是来自标准的景气的下行周期 所以以前我常跟投资朋友分享 我们作为宏观投资者 从来不喜欢在景气高点研究财报 为什么 因为你景气高点研究财报 不管怎么样最后下跌 可能跟个股一点关系都没有 反而在景气低迷的时候 你可能随便挑几档你听过的股票 你觉得感觉形象还不错的股票 最后都会随着牛市而来 让你的资产水涨船高 所以了解景气的卖动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们要了解 我们买的股票 至少要在中长期它是一个上行轨道 如果每一次你都买在景气的低点 但是这家公司越来越烂 那你只是每一次都买在底部 持续的走皮 最后买到下市 所以我们看到 台积电在先进制程上的领先 到底现在是否还是稳坐宝座呢 我们从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这张图表 咖啡色线 黑色线是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那么橘色线是英特尔的资本支出 黄色线是三星的资本支出 我们看到其实在17年以前 三星台积电英特尔的资本支出 还算是差不多 还算是差不多 但是在2020年以后 我们看到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就长期保持在400亿美元左右 那大概在22年 23年 24年的资本支出 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那我们也很清楚 资本支出 它隐含着先进制程上的领先效果 因为我们想说 先进制程它必须要像德意 或者像海外的这些设备商 进口更多的优质的相关设备 而这些都是资本支出所堆砌出来的 所以资本支出 金额越高 就代表着它在先进制程上的领先越雄厚 那我们看到 其实Intel从22年开始 资本支出也开始大幅度的提升 但是三星反而在22年的资本支出 以及未来几年的猜测变化 预估都还无法扩大 这就要讨论到一个问题 因为三星从17年 7奈米被台积电超越之后 由于内部的政治因素 你像是李在龙 官司缠身 你像是技术门槛的问题 导致7奈米目前粮率只有3乘5 也就是100颗晶片 只有3乘5是可以拿来用的 那就非常考验下游的封测场 那也浪费非常多的成本 那台积电的7奈米的粮率反而是7乘 所以即使三星似乎已经开始采取 3奈米的量产 它的粮率始终是一个问题 台积电这方面反倒不是特别担心 我们真正要担心的是 随着整个库存周期所谓的大幅度升高 整个半导体的供需反转点 比市场想象中还要来得快 原本市场的预估是在2023年的中旬到下旬 整个供需反转点会出现 到时候晶片就会供过于球 那现在预估在今年下半年就有可能出现 而第一波出现的就是成熟制程 所以为什么三星仍然要持续地进行 先进制程上的研发 原因就是因为最后成熟制程 一定会变成红海市场 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在半导体制程上的领先效果 你看到在7nm以前 几乎就是三星台积电和Intel天下 台积电是产能最大 目前整体来看最大的风险 其实是地缘政治风险 三星是产能利用率太差 良率也太低 而Intel是在美国设程的成本过高 导致它无法产能快速地打开 可是我们看到像是22到28nm以后 你像是松下 易发半导体 上海华力 这个中芯 IBM 全部都在做 包括哥罗芳德 也就是说随着整个全球都在形成 自己的半导体供应链 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前几名的三星 台积电 这个Intel 全部都在逐步地放弃成熟制程 尽量地扩大在先进制程上的资金投入 以及市占步调 那这个时候就值得观察了 三星目前的战略是什么呢 其实很明显 三星在本轮的成熟制程 以及先进制程的报价是远远低于台积电 所以它希望借由这种报价的便宜 能够扩大它的市占 那包括我们从全球的这些科技公司 总年薪来做观察 我们看到 你像是Microsoft Google Apple Intel 特斯拉 年薪差不多一年都接近15万美元左右 大概合着台币大概是大概四五百万左右吧 那么台积电则是比较低大概11万到12万 三星的工资水平反而比台积电更低 所以我们说三星的优势在哪里 三星的优势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它的报价的上扬速度非常慢 它的先进制程订单 晶片远远便宜于台积电 因为我借由这种方式来扩大我的市占嘛 那第二点我的工资水平 以及我的地缘政治风险 其实比台积电在台湾还要相对来得比较低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我们看到像是英特尔 包括拜登近期访韩 都已经陆续看到这种 这个美韩之间更加紧密的半导体的合作 那英特尔的打算是什么呢 其实更为明显 英特尔的目的是要用这种方式 打压台积电的先进制程报价 不是为了打压台积电的市占 怎么说呢 英特尔也很清楚 自己无法在短期内有如此扩大产能的打开 他也不会希望台积电不跟他合作 而是希望借由这种 跟三星间接合作的方式 能够打击台积电的报价 或者尝试的跟你能够进行溢价 说可不可以 是比较小一点 便宜一点点 这种状态 所以我们看到 不管是美韩台都各自针对自己的半导体产业 来进行一些演化和变化 那我们还是讲一下 其实现在的组叠段 仍然不是各半导体厂竞争的问题 现在的组叠段 最明显反映的第一个就是景气下行格局 第二个就是成熟制程的供需反转点 在今年下半年出现 我们如果观察到现在台积电的营收结构变化 各位从图表上可以看得到 现在像是这个手机的市占率 营收市占率 它在去年的时候占台积电营收最高曾经来到五成一 在去年第四季的时候 应该讲前年的第四季 但是在今年第一季的时候 手机的市占已经仅仅占到四成 而HPC也就是高阶运算的部分 已经上扬到四成一 也就是说目前台积电的营收主要来源 基本上是来自于高效运算的先进制程晶片 你看到其实主要营收来源 这个在20奈米以内的营收来源 已经占了接近七成了 所以台积电虽然成熟制程是全球最大 但是它的主要营收仍然来自于先进制程 那我们看到现在整个手机晶片的库存水位 已经来到102天 那么过去的平均水位只有78天 也就是说过去以来 这个你要把一支手机给卖出去 这支晶片大概是78天 现在要102天才能够卖得掉 而HPC也就是高阶运算的部分 目前反而它的库存水位 不像是手机晶片这么高 还在85天左右 而过去平均值大概是81天 所以从这些角色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整个全球的半导体 今年迎来的是一个库存水位过高 所产生的状态以及冲击 那么半导体为什么对于这种冲击反而比 像是纳指标普和道琼更加敏感呢 因为我们讲的库存三到四年的库存水位 它是一个标准的制造业循环 并不是每一个产业 它都会有这种特别明显的制造业循环 比如说补习班的学生啊 比如说你是做软体的啊 那你多卖一个少卖一个 库存水位对它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因为它根本没库存嘛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我们看到虽然晶片股跌幅 可能是相对是大指数当中来看最重的 但是我们也几乎可以肯定 因为晶片股它就是科技业的XMF 具有强大的护存额 在这种状态底下它的跌幅会扩得大 但是当牛市来龄的时候 它的涨幅也是会最为亮丽的 这是我们针对目前整体晶片股卖压的情形 投资朋友如果有更多兴趣和想法 当然也可以订阅我们频道 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一期财经浩角 再讲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